美国媒体就感慨了 中国的潜艇技术和产量是突飞猛进 美国眼看着也没有办法 对中国在全面占有优势的时代即将结束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碧顿评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就报道称 说随着中国的潜艇技术和海底探测能力的进一步的进步 中美军队之间这一项主要的差距正在缩小 这意味着美国在中国周边海域拥有绝对主导地位的时代即将结束 这将对美国为应对潜在的台海冲突而制定的军事计划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篇文章还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里 中国的潜艇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 中国太弱了 中国潜艇的噪音非常大 非常易于追踪 而且其他性能也不足为惧 而与此同时解放军的搜潜反潜能力一直很弱 很难探测到美国的这些静音程度非常好的攻击核潜艇 那现在的情况不同了 中国的潜艇技术呢出现了进步 而且据西方的卫星图像显示啊 今年年初中国下水了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艇啊 采用了蹦推的技术 综合性能和静音程度大幅度的提升了 这是中国潜艇首次使用了更新的降噪技术 西方还认为啊 中国还在研究其他的静音技术啊 美国前海军军官克里斯托弗卡尔森就认为啊 说中国新型的潜艇静音效果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要探测到这么安静的潜艇真的非常难 这几年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美国和西方啊 非常关心我们中国的各种潜艇的发展 包括咱们的核潜艇 包括咱们的常规潜艇 特别是攻击核潜艇啊 这特别能够引发这个美国的兴趣 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些事情啊 有一些呢 也确实应该符合我们发展的情况 但是呢 还是有非常大的夸张成分 我们现在全世界放眼来看一看 到目前为止 美国还是全世界核潜艇技术最高 生产能力最强 装备数量最多的国家 即便是相对于排名第二的俄罗斯吧 美国至少还有十年左右的领潜度 你比如说啊 前两年美国那不是海狼级的攻击核潜艇 在南海底下不是撞到水下的障碍物了吗 是吧 虽然说啊 这个海狼级是冷战时期 为了专门猎杀苏联核潜艇而研发 距今已经几十年了 但是经过了多次的现代化改装之后 这个海狼级依然是当今攻击核潜艇最强的攻击者 那我们要是相比的话 还是真有不少的差距的 美国这边呢 它是没有常规潜艇的 但是它的盟友友啊 尤其是德国和日本 还特别是这个日本啊 强规潜艇那是世界一流的 德国和日本 尤其是日本的潜艇作战能力 以及日本现在所具备的反潜能力 最终会被美国所用 其实美国对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个定位 就是给它完成这个反潜 作为一个世界霸权呢 美国对对手的进步 可以说是非常的敏感的 即便说对手还跟它有相当的一定的差距啊 美国这边也会大幅度的放大 这当然有它制造舆论操作的一种成分 但是呢 也能反映出它们内心的敏感和警觉